好,那刚刚有提到一个 这个是一个大秘宝 各位老师 不一定是老师 只要你是一个人 只要你有想 想一辈子终身学习成长 只要你有想要 未来很厉害 这一招就可以了 各位,这个是王阳明的学问 他的知行合一论里面 把他摘录出来 然后透过我是用新制图的手法 他有三个部分 知识型 所谓的知就是学习探索 那学习包括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你用Google 看影片 读书 上课 或者自己亲身的体验 你去知道的学习的内容 然后你可以用新制图 去抽象化出 他的关键跟架构 然后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我会做这个动作 我会去用 一样就是新制图 会另开一个节点 然后去思考说 这个东西我怎么用 我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有哪些帮助 我都会把它调列出来 然后我要怎么去规划之后的行动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不断的行动 跟减合 或者是修正 修正我的策略 当我这样子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自己 我的重点越来越精华 我的概念越来越清楚 然后我的想法越来越有前瞻 越来越看得到商机在哪里 我真的没有骗各位 你这个东西你把它练熟了 久了你会有这个感觉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可以用在那里 如果用在那里 学生会有怎么样的学习效果 你都能够很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甚至说我这个东西用在那里 赚钱跟什么一样 是我不赚而已 所以会有这个感觉 那这个是用新制度去结合 王阳明的知情和一论 那我跟各位保证 如果你持续用这一招 持续用这一招 我在另一份简报有很多案例 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 我们再跟各位分享那一个部分 那你只要学这一招 各位你以后成长会非常的迅速 各位都知道 那个未来变动的很快 对不对 尤其是最近各位应该更有感受 那个ChairGPT发表之后 人类的未来世界会变动的更快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你不知道未来 你怎么去教未来 学生能够懂未来 学生出社会 能够有未来的技能 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教学的时候 你要想到这一件事 那 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些方法 但是因为这次时间的关系 也没办法在现在这里分享 那但是呢 我会根据我那个 可以预知未来的那个思考的方式 我就可以找出一套 我应该教学生教会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面 我有归纳了一些 很重要的学生的能力 其中 如果叫我只能教一个能力给学生 就是 如果我这一辈子 只能教一个能力给学生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快速学习应用 创新的方法 所以那个快速学习应用的秘诀 就是在这里了 各位 当你的学生知道这个法门之后 他碰到任何事情 他只要想知道 他不管去Google 去看影片 甚至看抖音 谁说抖音不能看 没有那回事 如果他是一个有后设认知的成熟的人 他去看抖音 看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他都可以有收获 那所以呢 他去了解了之后 他可以产生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一般的 一般各位 各位如果你觉得自己 从来就是一般大众 你就会发现 我好像每次去研习去学习 学完了之后 就是这样了 就到这里就截止了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么厉害 因为他学完之后 他会去思考 这个东西 可以让我有什么改变 他会去规划 那最后还会有行动的人 这个人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终身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法门 你不用教其他的 光是这一个 把他练到会练到熟 这一辈子肯定很有成就 好 好 那